所以這一次來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要泡湖式的消費 我已經準備了一個空的行李箱 就是準備把所有台灣的美食帶回去 這次會不會覺得只有來24小時很短的可惜 不夠 我真的已經吃得很飽了 但是好像在夜市裡面還是吃不完 那你有聽過不理解的那一些 想必是有吧 小時候聽過差不多七十年 對 然後 欸這樣講就會開心嗎 會啦會啦 昨天聽到我媽媽上七十年了 之後有沒有想要跟她有合作的行為 如果可以的話當然 頭牌成豪三 只是就想要整理一下我自己的射數網站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有些時候 自己有很多東西然後看起來其實很差 我想要整理一下 分享一下好久沒有來台灣你的心情 心情啊 很興奮啊 因為就是年前的時候來過這邊拍廣告 然後隔了那麼多年的疫情之後 才可以給你帶來 所以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要保護這個消費 我已經準備了一個空的行李箱 準備把所有台灣的美食帶回去 我已經訂了很多的鴨舌啊 蜂餅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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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綠豆的小月餅啊 還有什麼呢 還有 還有 別出雞啊 什麼 什麼樣的燒仙草啊 什麼都已經訂好了 我是準備要帶回香港 派給我們的家 這次會不會覺得只有來24小時很短就可惜 不夠我真的已經吃得很飽了 但是好像在夜市裡面還是吃不完 剛剛另一位嘉賓浩森說他 小時候有聽媽媽唱過季氏粉 嗯 小時候 現在不唱了嗎 浩森他一直很帥耶 他剛剛就是這麼一眼 看到他很有精誠品的那種氣質 哦 有沒有 高高啊 演唱會的部分 蛤 你覺得在台灣看到演唱會的部分嗎 談到演唱會 對不對 在台灣還演唱會 當然很想啊 其實我六月的時候會推出出的最新的歌